美國生物技術公司莫多納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 27日進入臨床實驗最後階段 莫多納宣布美國政府先前宣布投入4億8,300萬美元進行疫苗研發 除後將會再增加4億7,200萬美元的資金 該公司說在小型初步試驗階段所有45名受試者體內 製造了冠狀病毒抗體應該有助於對抗新冠肺炎 抗大試驗中在27日展開美國到現在已有超過14萬6,000人 是死於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也不斷上升 政府已宣布大幅投資以加速疫苗研發 並且明年初讓幾百萬美國人接種 美國薰水藥廠和德國生物技術公司Biotech日前宣布 美國政府已運落花費19.5億美元 購買兩家公司合作研發的1億劑疫苗 現在已經到達了最多的等級